关心郑欣怡下我们之前也报过很多集 在不同角度分析她的可能性 我自己当然是倾向有情绪病之类 结果似乎患了婴屈症 得到冯允谦的确认 她本人也大放一些正能量 病情一直好转 当康复了一定跟大家出来 继续唱歌给观众听 事源是李思琳发帖文时不慎透露了 原来李文知道倾向怡患患症 她在4月时传出失踪 到现在7月多 前后3个多月 社交网全部停止 再追索可能是更早的 因为她两个攀掌例都没有出席 可能事业今年仍然是第二个巅峰 上年就拿了女歌手和最受欢迎 而今年继续拿到成绩 但也适逢她今年要领遗产 而且又有一些新欢 很多事业 她自己一向一直支持到今天 靠意志很坚强 所以有时会有软弱脆弱的一面 幸好她们也及早发现 应该安排了她休息 林珊珊之前也说 她正在病 她正有病 所以正在休养 所以你有什么病呢 难道又突然跌倒 静倒的脚 你是精神那些 情绪那些病 话说李思琳发贴文的时候 五角医提到李文 病重仍然挂念着 郑恩怡 还说 她不快乐 我很想帮她 而李文当时也鼓励 要医治好自己才可以帮人 似乎她们对这个病是触手无策 而且恶化得很急促 突然很快大幅度恶化 一时之间她们也不知如何是好 下面会提到 同样患过抑骨症的大嬉蝇 原来也是很严重的 也康复了 也成立了一些协会 去帮这个病的人 我们下面再说 李文那里也 她的家产也有点问题 老公说 全会出来 改回那份遗图 推翻那份遗图 好像也有10亿的资产 看看发展如何 由于这样流出了 原来郑恩怡 在有其他人知情的情况下 而患了抑骨症 包括去到李文那边 三星期之前 李文当时 和很多人 也有不同的活动 约会 饭局 曾经和 中年好声音的学员唱卡拉OK 但是 有时也挺难发现 因为他们两极化开心和不开心 是可以很极端 可以开心到很尽兴 但是 去到落极 必犯 其中一个 我自己很怕落极 玩到最尽兴的那一刻 一圆就很失落 当时的心情是会 每个人都会 只不过 状况轻还是重 尤其是 如果有这些抑骨症的问题 尽量在 平行线 游走也好 不要玩得太尽兴 一玩得太尽兴 失落那一刻 也挺难受的 又问到 冯允谦 郑欣怡 好像患了屈症 传出 同工丝 问一问 她说她身体正在康复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原来现在在休养 也不忘 大赞 欣怡 病情康复得相当良好 她的状态 越来越好 等她准备好 一定会出来 尽快和大家唱歌 不忘呼吁大家要关注多些 这些是精神健康 情绪的压力 尽量想方法舒缓 来看看大姐明早前出席了崔承安的一个画战 她本身和崔承安50年的老友 迷雪 潘志文 严淑明 和王玉郎 很厉害 因为她和崔承安也是很老友 又看回 林建平也患过抑鬱症 所以 都被问一问 被媒记问一问 你怎么看李文那件事呢 他就说了一些过来人的心得分享 早前李斯林透露 李文尼世前仍然挂念 患了屈症的郑恩怡 她对郑恩怡也有一些建议 她身边的人 她说自己过来人 情绪病人 其实不想被人关注 不想见人 不想说话 不想动 有的这个病症是有的 又是很极端 即是会好 突然间报肥 亦都可以报秀 或者就什么都不想吃 亦都突然间什么都想吃 是很极端 总之这个样子 和行为 总之有一些易变 样子可以看 或者身形可以看 头很大 但身瘦了 或者 身很肥肥 很细形 或者外形的五官的神态神色 你感觉都很古怪 要留意 只是想自己静静地 一个人 但是那些你不要以为 他其实都需要有人在身边 只不过他不想被你打扰 那个也挺复杂的 我们有篇幅说过 不要以为 他不想被人关注 你就有他一个人 千万不要被他一个人 下面会再说到 所以其实这个病挺复杂的 若然他想说话的时候 你就要立即 成为他的聆听者 所以 你不要打扰他 并不是你要 留下他一个人独自 他是要独自 但是他也要知道 附近的范围是有人存在的 有什么求救 或者突然很闷 他需要跟人说话 他立即有一个树窿 有一个聆听者 有一个帮手 这个很重要的 他是一个心情行动 慈善基金的创办人 他不知道实际情况 但是他没有联络过姻怡 但是他分享了一些 他自己其实一直都是服药 直到慢慢慢慢的病情改善 这才是减轻药 其实 吃药也是两面人的 因为你不吃 你控制不了身体的分泌 他用来压制你的分泌 但是 你经常吃 身体如果依赖了药 你没有了药 身体又不会製造 自己治疗自己的东西 其实也是挺吵架的 总之一需要吃药 真的要多多注意 总之要尽量保养自己 身体和心灵 刚刚我这个说 他吃药 吃到慢慢 好一点又减轻一点 慢慢慢慢 好慢火煎鱼 去改善病情 然后他的心情行动 一直是有做 相关工作 一直是关怀这些 有这类病的人事 他就问到 打不打算找郑欣怡 安慰一下那些 你不用他回答都知道 不应该 突然打他 你不熟 你大精兵 只会 搞到病人有 无形的压力 他就说 不可以自恋给他的 要给他安静 直到他愿意找人接触的时候 才好 就不要卖他 好像高级餐厅 平时没什么 你就不要打扰那些食客 食客一想找人 你要立即出现在他的餐桌 而不是他不断举手 没人没人没人 但是他用餐的时候 你是要消失的 但到他一需要你 你就立即在他身边出现 以至可能 他杯水喝到一半 你就要主动 去倒门给他 未举手你已经要去 当他一有需要的时候 但是没有需要的时候 你就只能在远处 静候他的 求救 就是很复杂的 抑郁症的病人 如果你们身边有 真的要看多些 我建议是看一些 患了病 而康复了病人的分享个案 其实youtube也有很多 患了 他普通人或者他本身youtuber youtuber也有很多 有抑郁病 康复了 他就会分享他整个过程 他当事人会知道 不应该跟我说话 或者有什么什么 有没有搞错 你可以再深入了解病人的 内心深处是怎样 总之他又说不可以让他一个人独处 总之就是 他有需要的时候 你马上 在他身边出现 但是他没有需要的时候 你就不要打扰他 即是不能他一个人独处独居 否则就很麻烦 可会致电 郑少秋 他说不要四处麻烦人 然后他也透露自己是有服用药物 慢慢慢慢减轻至很轻微 这是身体结构问题 若密事帮助他控制血清素 所以我们这里的一个报道 来到这里 有什么想法 下面留言 也可以去 看我们 频道置顶了的那条 小小抑郁症分享 但是那个 并非最专业的分享 总之你身边有这些病患者 都会找专家求医 求助 然后如果平时可以多看一些 有这些病情个案的一些当事人的 亲身第一身分享 是来得 不断去听专家说这个病是怎样 会是更实际的 专家说来说 都是大致一样的 你听得三五条片 其实你也懂得背的 所以今集来到这里先 大家都是关怀 多一些 情绪病患的人士 这是一个病来的 和可大可小的一个病 所以不能够轻视 而且突然间说恶化 就可以急剧地恶化 所以不容易 要有耐心 耐性地去看待他们 今集来到这里先 有什么想法下面留言